15万美金买来的教训 很多人都会觉得劳力士这样的奢侈品是最好的投资品 觉得是硬通货 但是我今天会让你知道只有屌丝和不懂投资的人 才会把劳力士这种产品当成是一个投资品 过去这两年虽然经济不好 但是所有的物价都在飙升 固定资产的价格更是跟这个火箭一样再也拉不回来了 于是有很多人发掘了一个非常适合投资的一个思路 就是去买劳力士或者爱马仕这样的奢侈品 你看你又可以显摆还可以赚一笔钱 何了而不为呢 很多键盘家可能在这边就要冷不住要喷我了 说劳力士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产品啊 每一年有稳定的增值 每一年上升5%到10%房地产都做不到 而且在关键的时候别的都不行了 就它可以保值 你看过那些战争题材的电影没有 家里面要打仗了 这时候要去逃难 来不及带东西 最后只能带走一块劳力士 结果等战争结束的时候 啊这劳力士拍出了天价 于是整个家族靠着这个劳力士又开始东翻再起 所以在特殊时间连钱都不要相信 相信劳力士就行了 我告诉你这些全部都是套路 今年上半年的时候 这个劳力士爱马仕这些奢侈品的价格一路跳水 之前很多开始进入这个圈子 都能开始傻眼 发现自己血本无归了 这个看似价格非常坚挺的硬通货 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这次花了时间把这个背后的原因研究了一下 真的是让我震惊 知道像劳力士这样的奢侈品究竟适不适合投资 我会从三个角度带你去分析 第一点 劳力士爱马仕这样的奢侈品 它究竟是不是投资品 第二点是这些厂商是如何把这些消耗品变成投资品的 他们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第三点我会让你知道真正万能的投资逻辑是什么 总之通过今天的视频 我会让你手握镰刀远离韭菜的行列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的视频了 在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之前 我先告诉你一个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 这样你就可以更加轻松的区别 投资品和奢侈品之间的区别 以后再也不会被别人当成韭菜了 这个道理是90%的人都搞不明白的 投资的本质是什么 投资的本质是牺牲短期的利益 为长期的努力而奋斗 这才叫投资 你拿到一笔钱 本来可以去出去潇洒享受一把的 结果你把这笔钱储蓄下来了 买了理财产品 又或者直接就放在银行不动 这都算是投资 未来都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回报 享受更优质的生活 还有我们经常讲学习也是一种投资 因为学习需要投入时间 你需要坐在那边耐心的学习新的知识 牺牲你打游戏的时间 看电影的时间 为未来的美好生活而努力 最后完成学习之后 你有可能获得了新的认知 有可能拿到了一个证书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都对你未来的收入提高是有帮助的 那买奢侈品的核心是什么 你记住奢侈品的核心是享受当下放弃未来 你看过那些信用卡公司 还有那些分析付款公司的广告吗 都是手上拎着爱马仕开着豪车带着劳力士 它在激发你人生苦短享受当下的这种情绪 任何时刻当你决定了享受当下 其实就是对未来的一种放弃 你买了一个奢侈品 是不是接下来的生活要稍微节衣说实一点呢 你花了一笔钱去过了一个悠闲的假期 回来之后是不是要开始努力的工作 填补之前那下的工作了呢 所以投资品跟奢侈品在理论基础上面 根本就是往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在走 但是商家真的很聪明 他们通过一些手段 把这两者之间的界线混淆了 让你相信投资品就是奢侈品 奢侈品就是投资品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吗 我来带你们揭秘 第一点是在供求关系上面 让你相信他们的需求量非常的庞大 我们都相信物以稀为贵 那什么是稀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买都买不到 我那年跟我一个朋友 我就叫他是大聪明网 一起去香港出差 然后那段时间他就疯狂的痴迷上了劳力士 然后在飞机上还问我说 我们到时候到免税店我打算买一个劳力士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我当时就告诉他 我说我可以去陪你去看一下 但是我自己就不买了 我说我这种人带了劳力士之后 只会给劳力士掉价 结果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免税店里面 当时来接待我们呢 应该是一个他们店里面的经理级别的 因为太会说话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他叫Amanda 看到我朋友大聪明就问他说 你今天来看什么表呀 我这朋友就说我想买一只绿水鬼 这个Amanda呢 立马就说 我看你这个气质就不是普通人 我觉得绿水鬼这样的表配不上你 果然人还是喜欢听好话的 我听了都想笑 但是他居然当真了 于是就给我朋友拿出了什么 那个当时什么Datona 什么彩虹圈 这些比当时绿水鬼要贵好几倍的手表 大聪明看到这些更厉害的表之后 再想了一下自己的气质 立马就觉得绿水鬼配不上他了 然后问Amanda 他看上的那款手表多少钱 Amanda告诉他说 这款手表15万美金而已 我当时跟我朋友都愣了一下 但是你知道下一句是什么吗 下一句更震惊 说但是买不到 有可能要等一年 这个是奢侈品厂家常用的一个套路 就是他会让你觉得他们的产品虽然贵 但是有一大堆的人在排队 根本你就配不上 但实际上是怎么做的 劳力士会规定他的每一个门店 任何一个手表到他的店里面 至少要待满10天以下才能够开售 另外劳力士会指定他店里面至少10款表 是不可以卖给用户的 就是不可以卖 另外你知道吗 劳力士对每一个门店 对他的库存都是有规定的 就是当你的库存低于这个数量的时候 你不能卖了 然后你知道更扯的是什么吗 劳力士会对每一个门店 这个月可以卖出的手表 设置一个上限 超过这个数量你就不能卖了 我们去买股票 我们去买房产 我们去买比特币这样的投资品 你有遇到过说价格再高的时候 到市场上买买不到吗 但是这些奢侈品永远就给你打造一个 永远都买不到的假象 第二个他们用的套路 依然是供求关系 但是这一次他就要说他的供应量不足 他们的生产量是有限的 当时我们听到这个15万的价格 真的是被吓了一下 但是你又不能装出被吓到了 对吧 这个很丢脸的对吗 于是Amanda就给这个 大聪明和我打开了一个华丽的杂志 就是那种 那种一打开就能闻到那种 那种打印的味道的高端杂志 就是那种 能不能打开这种杂志 根本就不是阅读的 就是看图片的那种杂志 然后在那个杂志上面在介绍这一款表 然后这个手表超过有60道工艺程序 然后有200多个零件 你知道吗 生产一个这个表要超过一年的时间 才可以造出来 然后往往这样的手表 这样的皮包 它旁边它放的不是生产这个手表的功能 放的一般都是一个老头 然后长得像个科学家 然后最好还放个显微镜在他身上 然后让你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高端 非常的神秘 但是实际是什么 你知道这个市场它是有供求关系的 如果造表这件事情 真的这么赚钱 真的这么难 就会有很多投资人进来 把你这个行业的这个成本打下去 产量提高上来 但是你身边有见过投资人 或者朋友投资的是手表行业吗 你身边有朋友说是在手表行业里面造手表的吗 有一个叫做摩尔定律的一个公式 摩尔定律指的是什么呢 是所有的电子产品 无论它有多么的复杂 它的这个晶体管的数量 每一年半都会翻倍 这讲的是什么 就像我们今天用的手机电脑 你会发现每过一年半 它的价格其实都是越来越便宜的 性价比在不断的提高的 而技术也是不断的飞跃的 电子产品之外 你看我们今天的家具 我们的自行车 甚至汽车 哪一个不符合这个规律呢 但是手表 它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一个产品 就不符合摩尔定律 你看我们今天造一辆Toyota 时间可能只要一天的时间 造一辆特斯拉 可能两三天就能造出来了 手工打造一辆劳斯莱斯 最多也就一年的时间 但是它做手表 需要的时间就是比劳斯莱斯还要长 第三点也是它最厉害的一点 让你立马付钱 这时候大聪明听完Amanda介绍之后 是真的动心了 但是毕竟一笔巨款 我们肯定不会当场做决定 对吧 我们就说我们要回去考虑一下 回去的时候在免税店里面买也不晚 然后这时候回到宾馆之后 大聪明就开始上网查了 然后还给我看它这个搜索的结果 一看那款表在网上 都是像余温乐这样的明星 而且是在结婚的时候才带 另外你知道更神奇的是什么吗 这个表在网上没有新手表的价格 但是二手表的价格要20万美金 这笔账你会算吗 就是你买新的15万买 然后二手市场立马20万卖掉了 这时候正常人的反应是什么 立马回去下单呀 而且我们是免税店 还可以把税免掉 结果大聪明就花了15万美金 把这款手表买了 但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我跟大聪明见面的时候 大聪明就哭丧着脸 说被劳力士套路了 他发现那个二手市场是一个极度信息不透明的市场 就是你看到网上标了那么多二手产品的价格 但是你真的想找到一个人来愿意以这个价格交易 没有那么的简单 那这样的价格究竟是谁放上去的呢 你自己动脑子想一想 那你知道这些奢侈品他们是怎么做的吗 首先第一个他们会通过官方定价 每一年都固定的把价格涨上去 第二点这些炒卖二手产品的黄牛 你觉得这些厂商知道吗 他们当然知道 他们不仅知道 而且他们会鼓励这些人炒作 很多的奢侈品品牌会在产品开卖之前 就把很多的产品交到黄牛的手上 只不过在黄牛销售的时候 他们是有要求的 第一个你不能在我上市前就开卖 第二个你卖的最低价格 不能低于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就是由于跟黄牛之间的这种默契和配合 把这个产品的价格不断的炒得越来越高 你看到疫情期间LVMH的这个总裁 居然登上了世界首富的宝座 你想一下奢侈品赚了多少钱 在疫情前期其实物价飞涨 然后人们都在找这种投资 这种或者说发泄的渠道 于是奢侈品的销量蹭蹭蹭的不断的涨高 那时候奢侈品的价格真的还在涨 但是到了疫情后期的时候 整个这个经济不给力的这个颓势就慢慢的出来了 于是网上有很多黄牛和炒卖二手的人坐不住了 他们开始把这个价格压下来卖了 当这个价格一旦下降之后 就形成了一个雪崩的效应 再加上今天有一个什么东西 自媒体导致这些信息散布的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这个价格一跌之后大家全知道了 很多人这个在奢侈品上面亏了钱之后 就会通过自媒体 其实他们在炫耀了 但是大家是知道了 哦这个奢侈品开始降价了 最后呢就像雪崩一样 导致这个价格一跌再跌 就是奢侈品是一个妥妥的极油股这件事情 慢慢的撑不下去了 但是其实你动脑筋想一下 你就明白了 奢侈品真正肥了谁呢 真的有可能肥了绝大部分的终端消费者吗 不可能 我相信任何一个奢侈品牌里面 都会有几款真的是保值 真的是在增值的 但是绝大部分的投资人都想通过奢侈品赚钱 这个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 你想一下奢侈品平时 它的这个商铺里面的位置 都是在商场最黄金的那个位置 你再看一下奢侈品打广告 你觉得他们打广告的时候把钱当钱吗 你看一下哪一个机场最黄金的板位 哪一个这个飞机上面的这个杂志 还有什么著名的比赛 还有最顶级的这些明星代言人 哪一个不把奢侈品当成是他们的金主爸爸呢 那奢侈品的这些钱是哪来的 真的是他们投资赚来的吗 还不是从韭菜的身上拿到的吗 这些韭菜到今天都不能够明白这件事情背后的一个逻辑吗 另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原因造成今天劳力是这样产品 玩不赚的一个原因 第一个是新时代的年轻人 他的这个价值观念跟老一代不一样了 我们老一代呢最喜欢有统一的价值标准 比如说对吧 带大金链子 带这个金表就是有钱的 所以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对吧 挂一个金项链在自己的脖子上 但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不会这么认为 他会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酷 大家都去干了 那这件事情就已经不酷了 所以你会发现今天很多的年轻人喜欢的品牌 是什么潮牌 就是小众的品牌 就是一旦追逐的能多了 反而他们不买了 所以这就造成了奢侈品想要带来的这种统一的价值观 对新一代的年轻人很有可能是不奏效的 另外一点是劳力是这样的手表 是跟未来的科技走向是完全相反的 你想一下在过去 能不能戴手表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看时间对吗 但是今天你说谁还需要看时间 因为手机已经成了我们每个人的器官了 你出门有可能忘记带钱包 忘记带钥匙 但是不会忘记带手机的 那今天戴手表的目的何在呢 很多人戴手表是为了测自己的心跳 是为了测自己的健康的 这还说的过去 那今天还带着一个劳力士 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就等于你在脑门上贴了几个字 我是土豪 所以由于这几个原因都让奢侈品今年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 给大家做完这期劳力士 我告诉你 一定会有很多键盘侠在这个视频下面留言 因为他们都是劳力士和爱马仕的忠实粉丝 但是我不care 我想要把我想要讲的真话讲出来 我的宗旨是能多拯救一颗韭菜就拯救一颗 绝不放弃任何一颗韭菜 说正经的 给大家做几个总结 让你远离韭菜的行列 第一点奢侈品跟投资品真的是两个概念 不要抱着一边可以炫富 一边还能捞一笔的这样的思想 第二点 劳力士也好 爱马仕也好 他们其实不是奢侈品 因为在真正的富人眼中 他们没有把这些产品当成奢侈品 这些产品对于他们来讲 就是很普通的生活用品而已 如果你把这些产品称之为奢侈品 那么它在你心目中就是奢侈品 为了一时的虚荣心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真的有必要吗 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要去骂那些奢侈品公司 而是要跟他们学习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真的很厉害 他们永远就是站在用户的角度去思考 他们从来不思考 我卖的是一个什么产品 然后怎么吹捧我的产品 而是用户要什么 我就给你卖什么 用户想要虚荣心 用户想要炫耀自己 他就满足你这一点 努力的把自己的品牌升值 LV卖给你的根本就不是包包 他就是卖了一个L和V 两个字母给你而已 只不过这种割韭菜的方式 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 所以顺便送了个包给你 这种商业模式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最后一点 真正的投资永远只有两种 第一个是用你的钞票去投资 把他们当成士兵一样派出去打仗 第二点是投资自己 让自己不断的学习